这个解释就算过去吧 女生说了 这家伙花钱大手大脚 但是对我却死扣死扣 我这么理解对了是吧 对 好 来 罗你了 你觉得他还有什么毛病 还有就是 他和男生瞎聊 不是一次两次了 因为他是做平面的嘛 他的就是异性朋友比较多 有一次我看他手机嘛 就是他QQ里面 就多了一个小号 然后我点击一看 那个小号里面 存的全是他那些 所谓异性朋友的联系方式 那什么叫我 存人家联系方式 我们几个小伙伴 建个群 在群里分享一些 个人的喜怒哀乐 和生活日常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那你空间相册里面 你存的你那些朋友的照片 那些异性照片怎么回事 我存的一些照片 不是那些自拍照 或者是他们私人的照片吧 都是存的是 他们工作的照片 或者他们走秀 自个儿化妆的一些照片 对不对 不是 那你存这些意义在哪呢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风格 我欣赏他们的风格和妆容 那我存一些照片怎么了 那你是女生 你学化妆 你学穿搭 你不想跟女生去学吗 还有好多网络博主 男生是有的是 真的比女生化的妆要好 那我存起来怎么了 不是 那你站没站在 我的角度考虑过 那我是你男朋友 那我看见你手机里 那么多异性照片 那我是不是就单纯地以为 你就是想看帅哥而已 就这么简单 你只顾你自己 你不为别人考虑 那你为我考虑过了吗 我怎么没为你考虑啊 那说说前女友的事吧 啊 说说说说 他总是老跟我提他的前女友的那些事 就是老拿我跟他前女友做比较 他比较什么呀 比较比如说性格吧 还有外貌吧 他就老说我脸盘子大 不如他前女友好看 我说的重点是这些吗 对吗 那你说的重点是什么 那我说的重点是 就是咱们有好的地方 咱们跟别人学习 你为什么就偏偏要揪着 他到底是不是我前女友 这个点不放呢 那还有一次 咱们俩出去玩嘛 然后旁边正好经过一美女 然后你就看那美女 看得可待劲了 然后呢 转眼就跟我说 啊 他长得好像我前女友啊 当时我就很懵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要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跟他前女友不合适 人家很优秀 把他甩了 哎 就证明这么点事 姑娘 你这么想就不生气了吧 你是为了证明这个吗 差不多 真是 还差不多呢 不就心里 这话里话外就是 嫌弃这女孩不好是吗 他说我也是为了激励他一下 你让他说减肥 激励 他老说减肥嘛 结果今天节食 明天又互吃海塞的 就是一点肠性都没有 嫌他胖呗 也不是嫌他胖 那要激励人减什么肥啊 就是你说 所以不要拿前女友这样的事 拿出来说 真的挺伤害的孩子 对 谈恋爱忌讳中 最烦的就是你提你的前女友 我提我的前男友 能多忌讳人呀 既然你跟他分手了 那你为什么老提他呢